各位长辈、弟兄姐妹,大家好,主内平安 我们感谢主的保守和恩典来 让我们有机会每个主事都来圣所来敬拜我们的真神 让我们以安静的心来准备尽早的崇拜 请大家起立,我们唱主在圣殿中 上主尽在祂的圣殿中 万国的人当宿敬 万国的人在主 万国的人在父亲胶en 当宿敬 万国的人在cos 尽 万国的人在土前天相当存敬 万国的人在主 万国的人隔 PerOTH 诗篇第27篇 有一件事,我尘求耶和华 我仍要行求,就是一生一世 住在耶和华殿中 仰望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 因为我遭遇犯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 在他的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 将我高起在磐石上 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世面的仇敌 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 我要唱诗歌,歌颂耶和华 让我们唱第首诗歌,万富全缘 一首诗歌,万富全缘 全能生生,帮主协议 血是国的过天量灰 祝死恩恋,夜如水长流 领道身从族文归 远处就我掌心和弦 如天使是藏匿主席 主是恨恨恋 师父兄弟 永远温定不分别 我要你世纪的主恩 王主帮主到如今 是王上主永远尽荡 使我万战保命迪 我如我表明是真诺 主爱主生来生草 就若非难为我舍弥 诸谢何德你城堡 每日弄出十分无限 无主恩再有情话 悦主恩典如年千年 喜过心在主身边 我甚至高兴以靠荡 一体所爱之真舍 尽情深情求做引擎 使我勇作主之力 我们的上帝不但是全能的真神 也是我们的万物全员 我们的一切都是主的恩典 赐给我们 让我们祷告 亲爱的天父 你是伟大的神 是配得称颂赞美的神 主啊 我们此刻集结在你的圣所中 我们敬拜你 赞美你的圣名 你施以我们的生命 更创造以肉万物 我们感谢你为我们的生命 带来丰盛的祝福 主啊 你是何等奇妙的救主 宽恕我们的罪 是你的死 你的复活 让我们得以重生 是你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 遮盖了我们一切的罪过 也能与上帝建立牢固的关系 你的爱是何等伟大 主啊 祈求你再次 洁净我们 去除掉我们里面的不义 使我们在你面前 有清洁的心 政治的人 主啊 我们将下几才长老 为我们带来信息 分享交托给你 祈求你恩高下长老 是他智慧 传达你的真理 帮助我们以 谦卑感恩的心 学习 让我们每一个人 都蒙益处 做个听到而行到的人 灵命也得以成长 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在主的圣手中 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上帝 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阿们 但愿荣耀也荣耀 为父子生命 父子生命 祈求这样 现在这样 以后永远也这样 永无穷尽 阿们 阿们 大家请坐 我们今天的起因经文 起字也两段经文 第一段是马太福音 第二十章 第二十九到第三十四节 然后也是接下来 马可福音 第四章 第十章 第十四十六节到第四十五节 我们就以起因的方式来 读这段经文 这两段经文 马太福音 主啊 大魏的子孙 可怜我们吧 他们说 主啊 要把我们的眼睛能看见 另一节是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第十章 第四十六节 到了耶利哥 耶稣同门徒们 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 有一个讨饭的瞎子 是迪迈的儿子 巴迪迈 坐在路边 路旁 耶稣就站着说 叫过他来 他们就叫那瞎子 对他说 放心 起来 他叫你来 瞎子就丢下衣服 跳起来 走到耶稣那里 耶稣说 要我为你们做什么 你去吧 你的信救了你们 瞎子立刻看见了 就在路上跟随耶稣 这两段经文也是我们今天下长老的信息的主题 经文 让我们接下来 唱第二首诗歌 真神之爱 天神之爱 为他无穷 勾设寂寞 难以寂寞 高朝主席 真神之爱 将我造成 世间相同 全都在家既外 请先救 随见哲闭 全看见书 że n。 唷地诀信il ayom 祝我最能 一生很好 生命 教父 阿神之爱 各地的丰富 为他无限 无恙 永远坚定 永远不变 天使舍徒宗扬 天上诸典 当为寻找 天上黄金 当为离开 世上海洋 当为破碎 这种温人 尽多温暖 光顶尸典 永远生态 还要梦寻回来 让这些终 如天天 让这条纳的同兆 阿神之爱堡定 永远不变 满下无限 无恙 永远坚定 永远不变 天使生不从扬 阿神之爱堡定 永远不变 直到无限的无量 永远之间 永远不远 也知何苦送严 接下来我们是以奉献来继续敬拜我们的上 我们的主 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施予我们生命的恩典 你的慈爱一直随盼我们 感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你施予我们智慧和指引 使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中遵守你的旨意 今天我们将我们的奉献献给你 以表达我们的感激和敬意 也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奉献 让他成为你事工的前缘 也愿我们的奉献能荣耀你的名 并扩展你的国度 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阿们 你们可以到前面来把你们的奉献放在这个盒子里 或者以转账方式来转到我们教会的复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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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起立来唱三一颂 天生万福之愿 世上万民都当颂养 天时天晴赞美主义 赞美圣福神之生命 阿们 请坐 接下来是我们的目导时间 我有请熊牧师来为我们做目导 众姐妹平安 让我们同心来祷告 我们亲爱的主 我们的神 我们的主 祢的居所何等的可爱 我们羡慕 可想 耶和华的愿意 我们的心肠 我们的肉体 向永生神呼吁 主啊 我们的磐石 我们的拯救 救主 愿我们的口中的源于心里的意念 我们的敬拜 在祢面前 在祢面前蒙愿 主啊 感谢祢 过去一周 保守看顾我们 我们 入了祢的 我们 入我们的处 都 就得了 祢的平安 感谢祢 我们能够 以尸体的敬拜 感谢祢的赐给我们 都有一个 公平 公义的国家 弟兄姐妹 都能够蒙足 祢的恩 祢的爱 一切 荣耀 与 送赞 都归于 祢的圣明 感谢主 看顾 弟兄姐妹 无论是身体 病痛 弟兄姐妹 我们都把它们 交在祖女的圣手中 求主祭念到 谢先 慧 弟兄 陈树云姐妹 林一妹 姐妹 望是福 弟兄 望起朝 弟兄 林明月 姐妹 雕万云姐妹 李林三 弟兄 王美云 弟兄 谢慧平 王美云 姐妹 谢慧平 姐妹 李兰真 姐妹 求主 祢施恩 怜悯 求祢 伸出 祢的恩 手 注目 他们 医治好 他们的病 若主 祢 靠着祢 祢的 慈爱 怜悯 蒙主 祢 保守 看顾 主啊 我们也感谢祢 赐下祢 宝贵的话 给我们 恩高 今天的讲员 夏长老 转讲 主你的话 使信靠 你的人 蒙恩 得福 求主 祢 赐给我们 都有 属灵的 恩惠 聆听 主 你的道 愿 你的话 成为我们 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照耀我们的心灵 满 有主的喜悦 我们也凭着信心 仰望主 有顺服主的心 这样 祈求祷告 奉主耶稣 基督的圣名 阿们 今天 夏长老 要与我们的分享 两个瞎子 的看见 请 夏长老 我们同来祷告 亲爱的 我们要感谢祢 因为祢是 又真又活的神 主啊 祢不是在天上 祢乃是 在我们的左右 一直地引导我们 感谢祢 这么多年 带领我们 弟兄姐妹 与一同地经过 主啊 让我们越走 这条路 就越坚信 主 祢是 慈爱的 主 祢所说的 必定成就 就是那一天 我们将在天家 永远与祢同在 何等的盼望 主啊 我们今天早上 也求祢的圣灵 再次 引导我们 一同在祢的话语上 学习 祢要我们 明白的功课 我们将这一段时间 交在祢手中 祷告 感谢 奉主耶稣 宝贵的名求 阿们 今天我们要来看 一只两个瞎子 的神迹 这个神迹 这个神迹是 主耶稣 在世上 所行的 最后一个神迹 这个很重要 而 这个神迹 就记载在 除了约翰福音 就是马太 马可 路加 都有记载 所以 他的重要性 可想而知 这个神迹 是发生在 耶利哥城门 耶利哥跟 耶路撒冷 是相距 大约有30公里 在新加坡而言 30公里 是哪里到哪里呢 大约是金文泰 到我们的机场 的那个距离 是30公里 而且 耶路撒冷 我们读 诗篇就知道 他是 纵山围绕 耶路撒冷 表示说 耶路撒冷的 那个 地理位置 是比较高的 所以 他是向上 走的 所以 他是从 北 向南 一点点 偏 这个 西南 方向 走 这里 也 在 29节 我们读到 耶稣 从 耶路哥门 走出 耶路哥门 的时候呢 有很多的人 跟随 他 这一点 我们要 注意到的 就是 为什么这么多的人 跟随耶稣呢 当然第一点 就是 主耶稣 在当时 在传道 已经三年了 所以 很多人认识 他 主耶稣 讲道 是很特别的 所以他有一般 非常多的人 喜欢追随 他 听他讲道 如果今天 主耶稣 在 我们 这个世界上 我想 他肯定 到哪里 都很多人 会追随他 我们看 歌星 或者是 足球明星 到哪里去 都很多人 欢迎 主耶稣 当时 他讲的道 是 很多很多的人 都喜欢听 而且听了 都很振奋的 所以肯见 他到哪里去 都很多的 追随者 而这些 这么多的人 跟随他 其实也有一个原因 就是 逾越界 快到了 犹太人 他们 会 要到 这个 耶路撒冷去 过逾越节的 所以他们 跟着耶稣 去 要上 耶路撒冷去 那么 这个故事 就发生 在耶利哥城门 有两个 虾子 在那个地方 今天 我们新加坡 还是世界 很多的国家 都有所谓 盲人 学会 盲人在 我们的 国家里面 或者是 比较弱势的群体 都有 社会 福利机构 来帮助他们 看看他们 有没有 那个 需要 新加坡的 这个社福 是做得非常 好的 但是 在 罗马 统治 以色列的时代 在那个时代 里面 是没有所谓 社会 福利的 这种观念 所以如果 你是 虾子的话 你就 很惨了 你 唯一 能够做的 就是 去 做乞丐 你要 以 乞讨 为生 所以 这为什么 这两个 虾子 坐在 耶利哥城门 他们就是 乞丐 他们希望 别人 来怜悯 他们 给他们 一些钱 马可福音 的记载 比较 详细 比 路加 和 马太 都详细 一点 那里 他还说 当中的 一个虾子 他的名字 是叫 巴迪 他是 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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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 所以 如果我们今天 有一个事迹 能够被记载 在圣经里面 这是个不得了的事情 更何况 不但你的 事情被记载 而且你的名字 还记载在上面 这个是非常 非常光荣的事 而这个 当时社会 这么底层 这么 人人 看到 都不喜欢 因为他们 又脏 又臭 他们的 阶级这么低 别人都不喜欢 跟他们 做朋友 竟然被记载 在圣经里面 因为什么呢 让我们来看 所以 在 他们的相遇 就在 耶利哥 城门外 而这两个 虾子呢 是坐在 路旁 要 乞讨 这是 马太福音 二十章 三十节说的 为什么 虾子要坐在 城门口 讨饭呢 因为 城门是 大家 许许多多人 要 进城去 做生意 或者做什么 有些人也要 做完工了 要从 城门出来 所以 进出 会有很多的人 所以 作为一个 要 祈求别人 施舍的 一定要找一个 这样的地方 有人潮的地方 所以 今天 如果你做乞丐的话 你千万就不要 来到 所谓 德曼 或者是 邦丹 因为这边 人潮不多 但是 不久之后 我们这边 就会比较多人潮 有一个地方 不错的 就是我们 这个 Zurong Regional Line 我们倒是 有一个站 然后你到 里面去 肯定会比 在我们外面 好得多 所以 当时 这两个 下子 是坐在 耶利哥城门口 他们 天天在 那个地方 然后呢 那一天 很特别 他们听到 有 极多的人 我刚才 读到 是极多的人 跟随耶稣 而 这些人 这么多人 走过 走出 那个城门 当然是 人身 鼎沸 对吗 和 下子 虽然是 看不到 他们能够 听 通常 这些 身上 有缺陷 的人 他们因为 好像这个 城市 眼睛 看不到 他们的 别的 感官 会比较强 所以他们 听见 哇 这么多的人 走 而且 这些人 走的时候 肯定 是 一直在 讲话 他们就 听到 他们要上耶路撒冷去 过 这个逾越节 而且是跟 耶稣 一同 要上 耶路撒冷的 所以 他们 就 喊着说 主啊 大卫的子孙 可怜我们吧 这句话呢 就引起了 耶稣的注意 但是 我们 稍后再谈这个 首先 首先我们看到 这两个 虾子 他们 大声的喊 你大喊的话 通常是 那个 目的就是要 人家听到 要引起注意 所以要引起 耶稣的注意 他们怎么样 称呼 耶稣呢 有两个 两个称呼 第一 他们说 主啊 他们称 耶稣为主 我们刚刚说 有极多的人 跟随耶稣 而这两个盲人 他们肯定听到耶稣 听过耶稣 而且听过耶稣 不但讲道 非常的好 大家都喜欢追随他 同时 耶稣也行神迹 现在耶稣 要经过这里 他们希望 神迹会 发生在他们的身上 而我们听 我们看到 他们怎么样 称呼耶稣 你就知道 他们虽然没有看见 但是他们听多了 他们接受 他们相信 耶稣基督 是一个特别 他是神 所以他们 称呼耶稣为主 然后呢 第二个 他们也称呼 耶稣为 大卫的子孙 这个就要稍微 稍微解释一下 犹太人 他们读的圣经 是旧约 在旧约里面呢 有很多 有关弥撒亚的记载 而 旧约 也 谈到 弥撒亚的时候呢 就告诉 犹太人说 他将会是 大卫的子孙 他会做王 所以我们 这里就举了 一个例子 叫耶利米苏 二十三章五节 这里说 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 我要给大卫 兴起一个公义的苗义 有没有 所以这个弥撒亚呢 这个一员 将会是大卫的苗义 大卫的苗义 就是大卫的子孙 大卫的后代 然后 他必掌王权 他必掌王权 谁可以掌王权呢 他当然是王 所以 这个 弥撒亚是 将 要来的一个王 而这个王呢 是大卫的子孙 他行事有智慧 他会 在 他来的时候呢 会在地上 施行 公平和公义 然后 我们很熟悉的 以赛亚书九章七节 也是 有 相似的 这个描绘 他怎么描绘 大卫的子孙 弥撒亚呢 弥撒亚 他这里说 他必在 大卫的宝座上 他必在 大卫的宝座上 就表示说 他是程序 大卫做王的 他 在大卫的宝座上 治理他的国 所以他也是一位王 所以 大卫的子孙 就是 弥撒亚 就是救主 所以 他们听到 耶稣经过 他们就 呼喊 要耶稣注意 主啊 大卫的子孙 就 要求你 拯救我们 我们看到 这两个 瞎子 他们很会 抓紧时机 他们看不见 但是他们听见 耶稣要经过 所以 在这里呢 我们就能够 学一个功课 这个功课就是说 我们要 抓紧时机 在人生 我有很多 需要我们 重大的抉择 好像我们 周经传道 快要毕业了 这个礼拜 他就要做 他人生 很重大的抉择 下来 主要派他去的 工厂 是哪里呢 所以 他要 开始 想 他要最后 做选择 要拿捏好 所以 在人生 我们 常常会 经过 好像在我们的当中 退休之后 我们要做什么呢 所以我们有 很多的选择 我们可以去当义工吗 我们可以去 再 找另外一件 工作 去打工吗 所以 我们要 做出我们的选择 然后呢 然后开始行动 所以我们说 抉择有时 行动有时 就好像 传道书三章 所说的 如果我们在 机会来的时候 没有抓住 我们就会 这个拖延 这个延物呢 我们就会让这个机会 白白的 溜走了 所以机会 永远是 等那个已经 预备好的人 那些没有预备好的呢 机会来了 也没有用 所以他们这样 喊了之后呢 有什么结果呢 我们看 马太福音 二十章 三十一节 我们读什么 读到 众人 责备他们 不许他们 作声 那一大半的人 听到 虾子 在喊 主啊 大卫的子孙 他们 就 责备 他们没有 同情 他们没有 可怜 这两个 虾子 他们反而成为 虾子 想要 得 医治的 那个 拦阻 听到 众人 的责备 众人的 叫他们 别说话 安静 他们 两位 盲人 如何回应呢 通常 作为一个 弱势的群体 作为一个 乞丐 一个 盲人 人家 骂你的时候 通常你应该是 要忍气 吞声 对吗 为了一口饭 我们要在这个地方 继续乞讨下去 我们要忍下来 但是那一天 这两个 盲人 却没有 安静下来 他们却很勇敢的 他们却越发 喊着说 主啊 大卫的子孙 可怜我们吧 他们抓住那个机会 他们觉得这个机不可视 耶稣经过这里 所以 众人虽然要压制他们 觉得他们 安安脏脏 不要丢人现眼 安安静静 在那边 讨饭就好了 不要 呱呱叫 但是他们却不理 他们 继续 更大声地喊 主啊 大卫的子孙 可怜我们吧 在我们的人生里面 常常遇到很多的拦阻 还有压力 比如说 来自人的闲言闲语 会左右我们想要做 不想做的那个抉择 然后环境也会给我们 很多的压力 甚至人和人之间的人际关系 也常常会是我们的一种压力和拦阻 但是我们却从这两个箱子里面 学习一个功课 不要因为压力拦阻 别人的责骂 人家叫你安静 然后你就不再向神求 当你面对压力 当你面对拦阻的时候 你要想 这个时机 是不是 正确的时机 如果这个是 正确的时机 因为耶稣经过这里 我们不但不要停止 反而要更大力的来 祷告 呼求耶稣 所以 保不得神帮助我们 当我们一拦阻的时候 我们对上帝的信心 永远不破灭 等一下我们会再继续的查 十篇二十三篇 十篇二十三篇 第四节说 我虽然经过死因的忧谷 也不怕遭害 所以圣经常常给我们看到 我们作为信徒 我们作为相信耶稣的人 不表示 我们因为相信神之后 相信耶稣之后 从此就一帆风顺 从此我们就过着 幸福快乐的日子 不是这样的 我们看到彼得 他走在海面上的时候 风浪仍然继续在那个地方 但是当他注目耶稣 他专注仰望耶稣的时候 他不会被左右的 这些风浪所影响 但是当他不再把眼目 转向耶稣 而转向环境的时候 他才会沉下去 所以巴布德上帝 帮助我们 也帮助我们 不忘记 我们的神是慈爱的 祂是与我们同在的神 他们继续地喊 大声地喊 结果 马太福音20章 马可福音10章 49节 路加福音 应该是路 路加福音 1840 我们就读到这五个字 耶稣就站着 他们的喊叫声 耶稣听见了 耶稣为他们停留下来 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事件 当时耶稣跟这一大班的人 是要从耶利哥走向 耶路撒冷 而这一次 是耶稣 第三次到耶路撒冷去过 逾越节 耶稣 清楚知道 在耶路撒冷等候祂的是十字架 所以这个是祂来到世界上 要面对最重要的时刻 这个时刻 祂在耶路哥 城门 听到这两个社会地位 这么卑微的 瞎子的喊叫的时候 祂竟为他们停下来 停下祂的脚步 这个实在是让我们 很惊讶的一件事情 对吗 当今天 你要去面对人生 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试 或者你要去面试 然后忽然间 有一个人 来求你帮助他 你想你会 停下来吗 你说对不起 等我去 把我的这个面试 或者考试做完了 我再回来帮你 你不会为他停留 但是 我们的祖 祂不是这样的 祂跟我们不一样 祂听到他们 喊叫说 主啊 大会的子孙 可怜我们吧 祂为他们停留 这让我们想到 西伯来书十三章 第八节 那里告诉我们 有关耶稣基督 祂的属性之一 耶稣基督 昨日 今日 一直到永远 是一样的 是不改变的 神 听祷告 神 会 听到 我们的呼求 不管 是 怎么样 祂 是持爱 是永不改变的 让我们来看 特别是 巴迪买 马可福音 记载巴迪买 当主耶稣 为他们停下来的时候 祂的反应是什么 但是 这是在 记载在马可福音 十章 五十 这里说 巴迪买 就丢下衣服 跳起来 走到耶稣那里 所以两件事 耶稣 猜人去告诉 这两个 瞎子 叫他们 过来 他们听到之后 第一件事情 是丢下衣服 为什么圣经要记载 马可福音要记载 他们丢下衣服 因为衣服 因为衣服 对乞丐来说 是很重要的家当 晚上天气冷的时候 这个衣服是他们的背 是他们的毯子 是他们的毯子 白天 他马上都不要了 他马上丢下衣服 不但是这样 不但是这样 动作还十分的迅速 它是跳起来的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 如果你在 读经的时候 圣灵感动你 读到一节的经文 你会怎么样的反应 你会不会像 拔地买这样 丢下衣服 他马上就来到 耶稣的跟前的时候 耶稣说了一句话 要我为你们做什么 这句话带出两个重点 第一 我们的神 是尊重我们的人 上帝照我们的时候 他是一个一个的照我们 然后向我们吹了一口灵气 我就变了有灵的活人 而这个人 是上帝 给我尊重的 他给我们 有选择的权利 所以 要我为你做什么 让我们看到 我们的神 从来不强迫我们 他尊重我们 自由的选择 而我们常常要 为我们的选择 做出 所谓负担起 那个后果 亚当 他 选择听夏娃的话 吃了那个 那个果实之后 最就进入了这个世界 神 从来就是尊重 我们的选择 但是 我们要 应用我们的自由意志的时候 我们需要好好地思考 不要乱用 然后呢 要我为你做什么的第二个点是说 上帝要他们亲口对他说 你想要我 你想要我 为你们做什么 耶稣是神 他当然知道 两个盲人要的是要 眼睛得看见 但是他 要他们 亲口向他说 要我们的眼睛得看见 所以 神 要我们 祷告 他不是不知道 今天你需要什么 他不是不知道 你缺少什么 但是 我们有没有开口 向他求 所以 今天 主耶稣也问你 问我 你要我 为你做什么 你 向他 祷告了吗 当然 故事的结局就是 瞎子 他们 都得看见 因为 这里 马太福音 二十章三十字节 耶稣就 动了 慈心 把他们的眼睛 一摸 他们立刻看见 所以得了医治 但是 后面那句话 也很重要 他们就 跟从了 耶稣 给我们看到 这两个 虾子 他们 不单是 身体 得医治 他们 的灵 也得了医治 他们不单是 看到 他们就 从此 跟从了 耶稣 巴迪玛的名字 会记下来 告诉我们 说 这位 弟兄 肯定 不单是 成为 信徒 他一定是在 信徒的圈子里面 有非常 特别的 这个 侍奉和行为 所以才会 明智得以 被记载下来的 弟兄姐妹 从这里 我们看到 当我们 祷告 像 耶稣 祷告 像神 祷告 的时候 神 然后 神应允 我们的祷告 照理 我们应该 也在 属灵的方面 有所成长 我们会变成 更 爱 认识神 有关神的事情 我们会 更乐意的来 侍奉 神 就好像 这两位 虾子 他们不单单是 眼睛 肉体 得医治 他们也在 属灵 的层面上 有所成长 让我们总结 这个最后一个 神迹 的 四个 我们可以学的功课 第一就是 当我们在面对 人生重大的 决策的时候 我们需要把握 机会 第二就是 在我们在做 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们要学习 有那种 任性 有耐性 不要因为 遇到挫折 我们就灰心 我们看到 这两个 虾子 他们 虽然 人家告诉他们说 你安静 不要吵 但是他们 却因为 知道 耶稣 经过那里 耶稣 他能够行神迹 所以他们大声 继续地 更大声地喊 所以我们 这个是一个 坚韧 然后 任何一个人 愿意祷告 耶稣 都会听到 耶稣 都会 为你而停下来 第四 当圣灵 感动我们的心 的时候 我们要 好像 把底买那样 放下一切 马上 回应神 所以 主今天问你 也问我 你要我 为你 做什么呢 弟兄姐妹 你没有在 祷告中 把你要 想要的 告诉神呢 就好像 慧平 他说 他进手术 之前 他祷告 他说 主啊 我只想 两个结果 第一个结果 就是当我 醒来的时候 我是在 天堂 第二个结果 是我 留下来 但是我不需要 再做任何的 依旨 结果神 听他的祷告 然后我们 祷告 我们 阴影之后 我们 应该 在 属灵的 生命上面 有相应的 成长 我们 会 更愿意 追求 认识神 我们 会 更乐意的 来 侍奉他 更乐意的 来 敬拜他 就好像 这两个 瑕疵 他们 被医好 之后呢 他们就 跟随 耶稣 让我们 同行 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要感谢你 因为你的 话语 充满了能力 在当中 我们看到 好多好多 你要我们 学习的功课 主啊 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 把握 人生 各种各样的 机会 也叫我们 学习 来 做一个 有任性的人 主啊 我们也感谢你 让我们再次 认识到 不管我们 怎么样 祷告 你都会 听见 你会为我们 而赞助 天父 我们也 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 在 领会 主 祝你 的 特别 回应的时候 让我们 好像 巴底 买那样 放下 我们人生的 一切 回应你 我们 我们感谢 我们感谢你 今天早上 用这么短的 这些禁文 给我们这么多 丰富的 教训 愿你 帮助我们 让我们 一直 跟随你 一直到我们 见你的面 感谢 祷告 奉主耶稣 宝贵的名求 阿们 感谢 夏长老 今天为我们 带来的信息 就好像 从这段 经文的故事 我们可以 学习到 我们就能够 好像 为那些 见到 光明者的人一样 不但 能接受真光 也能为光 做见证 接下来我们 唱的 第三首诗歌 来回应 今天早上的信息 我们大家 起礼 数算主恩 祝你能地 重要记忆清楚 祝你能地 要求高速 必能教你 惊讶 有时能欢呼 有时光明 盛世众 同标中大 有时被这世 察觉着苦难道 若说祝你能地 祢能将祢快乐 也是赞美主 祢的恩典 两两头要数 祢的恩典 都将既有记住 祢的恩典 永远都要数 祢能将祢经压 历史的欢呼 祢能将祢 加征不论大火消 不要上战 连住 朝礼 歌声了 神知主 祢的恩典 平安 圆不住 帮美领堂 我们一世间天赋 祢的恩典 两两头要数 祢的恩典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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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数 祢能将祢经压 历史的欢呼 我们有请熊牧师为我们做主导 受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的无穷的慈爱 有圣灵的保卫师 常常与我们同在 知道主耶稣的再来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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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我要再一次欢迎大家能够 回到这个 教会来 敬拜主 接下来我有几则报告 第一则就是 下个主日的 信息是由熊牧师 为我们带来的正道 光荣尽圣城 接下来是我们下个星期三的这个茶经祷告会会暂停一次 因为下个星期三刚好是巧逢我们的这个公共假日 午夜一至 劳动节 所以是我们下个星期三的这个圣经营我们已经重复了好多个礼拜 提醒大家记得要报名参加 照我所知 照我所知这个报名将在这个月尾就会停止了 所以你们还没到明的就是这个星期尽快把表格呈上去 还没做决定的就不要再犹疑了 这个是难得的机会了 大家一起聚在一起 能一起同学习神的话语也能够团庆 让大家彼此更深一步的认识彼此 这是个很难得的机会 然后当然报名费这个赢费是每个人380块 当然我们也会尽量能够帮助那些有需要帮忙的人 如果你想参加又有问题 你可以随时来联络我们长老或者指示来 我们会尽量帮忙你来参加这个赢费 接下来就是今日的组织查经班由下长老带领 过后我们大概15分钟过后再回来这边祭贺 来继续我们的这个查经班 像今天的祷告就到此为止 我们是莫岛三菲 愿神祝福你们